创业有没有风险 有 但是上班风险更大 你做好短视频 年入百万并不难 我承认创业是有风险的 上班有没有风险吗 大厂裁员 你们去查一下 很多35家的 你的体力 精力 学习能力 都跟不上年轻人了 这个时候叫中年危机 很多企业对35岁 明显的歧视 所以哪怕你在上班 你也带着一个创业的心态 任何企业都不会养懒汉的 企业越来越不需要 等着发工资的员工 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 创造价值 跟公司分享价值的经营者 所以你想在一个企业 追求一种稳定的状态 不可能 因为企业都不稳定 因为老板都不稳定 凭什么你进入一个环境 你就想稳定 所以在未来的三年五年 我们要抓住新媒体的红利 短视频的红利 也许你可以找到一次 换到超级的机会 我们是有资格跟大家分享的 怎么做流量 怎么做短视频 传统企业如何在互联网上获客 我会在我的天地人网 全渠道增长里面 专门会去讲 大家可以到小黄车的地方 去抢一下 我们是19堂客 而且还会持续的 给大家去更新 天网如何做短视频 如何做内容 如何做直播 如何做IP 甚至如何做新媒体的投放 网红明星 怎么帮你做仲草 人网怎么做私欲 怎么做裂变 天地人网 这个时代流量的打法 这个时代流量的模型 所以来到小黄车的地方 取下单